当你想到清澈的湖水时 通常会想到马尔蒂夫 一些有着绵长海滩的伽利比海 地中海盗域以及我的浴缸 没错,我非常爱干净 这里的其他地方真的有超级清澈的水域 但清澈到能看见湖底的地方 可能比你预期的还少 让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1.希腊梅利萨尼湖 梅利萨尼湖位在一个同名洞穴的里面 你至少有三个理由 来参观这个希腊凯巴利尼亚岛的自然景点 首先,是它清澈的湖水 第二,它有两万年的历史 第三,它附近的传说 在晴朗的日子里 梅利萨尼湖的湖水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它曾经完全被遮蔽在地底下 但因为地震的关系 而露出地表 现在位于地面下方18公尺 洞穴变成了湖水的天然过滤器 使其更加清透 当你坐在船上时 可以欣赏当地美丽的钟鲁石 还可以享受这附近的希腊神话 据他们所说,这里曾经是精灵的家园 甚至也以其中的一位精灵来命名 美丽的哀伤,美丽山蹄 二,美国火山口湖 火山口湖是俄勒冈州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的瑰宝 它是在7700年前,马扎马火山坍塌式形成的 它是美国最深的湖泊 虽然许多湖泊是从河水中获得湖水 但火山口湖只能从降水和降水中取水 里面的湖水每250年就会被完全取代 也许这就是让它这么干净的原因 湖中有一个有趣的景象 被称为湖中老人 是一棵垂直漂浮的铁山木 最早被发现于1896年 三,美国佛拉特黑德湖 蒙大拿州的佛拉特黑德湖 是该国西部最大的淡水湖 它是许多鱼种的家园 黄炉、尊鱼、白龟、巡鱼等 钓鱼、游泳、滑水和野餐 是这里的热门活动 但没有什么比得上在湖上搭船观光 它的水域非常清澈 船只看起来不像在航行 而是飞在湖底上方 事实上,佛拉特黑是13000年前巨大冰河湖 密苏拉湖上留下的冰川 佛拉特黑德湖的湖水来自洛基山脉 大多是由纯净白雪所融化成清澈的湖水 4.中国韭寨沟的五色池 你已经看过清澈湖泊了 但你能想象有一种多色的湖泊吗? 这是真的 它位于韭寨沟自然保护区 属于中国名山山脉的一部分 五色池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里面有一种不寻常的化学成分 里面还有水生植物和碳酸钙 底部有钙化成绩 还有大量藻类 这些全部 加上湖泊周遭美丽的森林反射 使湖水看起来像绿色、蓝色、黄色、橙色、橙色甚至是紫色 而它在秋天看起来特别美丽 5.奥地利绿湖 说到颜色特别的湖泊 你喜欢看起来完全翠绿的清澈湖泊因此得名吗? 它是另一个高山湖泊 夏季时湖水会达到最深深度有10公尺 因为它是从溶雪中取水的 绿湖曾受到潜水客的热爱 甚至有人为它们在水下安装了桥梁和长凳 然而在2016年当局禁止在湖内进行任何活动 它们担心潜水客会影响湖底的沉淀物 使它失去其独特的翠绿色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湖边散步 佩托湖是洛基山脉班夫国家公园践行的必有之地 当你从上面看时 它看起来非常奇怪 因为它有明亮 又带点霓虹绿 在夏季 当融化的冰川水流入其中 并为其带了盐粉时 它看起来就像发光一样 佩托湖不仅在不同季节看起来不同 在白天随着太阳活动 也像会改变颜色一样 最棒的湖景位于攻峰 该处是冰原公路的最高点 7.格陵南岛蓝河 每个搭飞机越过大西洋的人 都能看到欧洲和美国之间有片积雪覆盖的大地 不管别人怎么想 格陵南岛上有特别的著名 并借此信游客 其中一个来访的理由 便是看那令人惊叹的蓝河 与你所知的大多数河流不同 该河流没有永久的河床 它每年看起来都相当不一样 当然它的水源来自于冰川 而在春天 随着冰川开始融化 数百万个水坑和水池结合起来 变成了湖泊和溪流 形成蓝河的支流 随着全球暖化 过去几年融化的情况变得更加活跃 8.俄罗斯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和最古老的湖泊 拥有地球上百分之二十的淡水 并有着两千五百万年的历史 这里的水非常清澈 你可以看见湖内深度三十九公尺的地方 很多人会在夏季来到这里 但在冬季也会出现神奇的变化 别忘了贝加尔湖位于西伯利亚 这表示湖泊会冻结 冰层会很厚 厚到能让小型车辆在上面行驶 由于湖水是相当清澈 你不用特殊器材就能看穿冰层 观察水下的状况 冰上会出现许多奇怪裂缝 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湖内 帮助里面的居民度过沿冬 9.日本摩州湖 在日本北海道列岛观看摩州湖时 基本上很难分辨地面和天空 它的透明度在1931年测定时为136英尺 甚至击败了贝加尔湖 它是一个火山口湖 位于一座修火山的火山口 与大多数的其他湖泊不同 它没有固定的边缘 不过周围是660英尺高的火山口墙 摩州湖是由32000年前火山活动所形成的 即使游客不被允许靠近湖边 附近还是有一些很棒的观景台 10.澳洲麦肯基湖 麦肯基湖位于昆士兰的弗雷泽岛 是世界上最大的沙岛 麦肯基湖是一个悬挂湖 里面充满了离地97公尺的干净雨水 湖中的含酸量很高 没有任何生物 它看起来很透亮到很不自然 周围的新型树木 使景观看起来更加超现实 当地的著名布丘拉族认为 该湖实际上是变形的女神 Kagar的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的美不胜收 11.美国霍河温戴雨林 霍河温戴雨林是华盛顿州的七大奇迹之一 它位于奥林匹克半岛 沿着霍河而下 这条河从奥林帕斯山上的冰川流出 细致的冰川岩粉是河水 呈现清澈的绿色色调 这使该地区成为渐行的理想地点 甚至是户外服装制造商的广告 因为你可以像真的冒险家一样穿越河流 12.巴西·伦索伊斯马拉年赛斯国家公园 虽然马拉年赛斯州的国家公园乍看可能像沙漠 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根据定义 它的水比沙漠还多 马拉年赛斯是葡萄牙语床单的意思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覆盖着光滑的白色细沙 在雨季期间 主要在1月至6月 沙丘会充满清澈的雨水 变成美丽的细湖 非常适合游泳 13.纽西兰蓝湖 纽西兰的尼尔森湖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最清澈湖泊的所在地 毛利人相信这个地方是神圣的 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在这游泳 甚至进入湖中 唯一的例外是科学研究 例如测量其透明度 最后一次测量的结果是惊人的79公尺 基本上它就像个蒸馏水一样清澈 蓝湖永远不会变热 一直保持在5到8度C之间 因为它位于海拔4分之3英里处 不过践行 野银 钓鱼 以及直升机游览都是允许的 所以你仍有机会观看这自然奇观 你呢? 你最想拜访哪些地方? 请在留言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嘿 先别跑去看清澈湖水 我们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可以查看 你所要做的 就是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 然后享受吧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